凤卿城 这剧情描写的是凤卿城未养金礼 不过我也不会为难夏小姐让你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凤卿城角色没有公布之前 我随时等着夏小姐跟我联系 夏浅夕点点头 随后两个人便开始聊着合同的事情 而夏浅夕不知道的是 在另外一个亭子里面 坐在石凳上面喝茶的陆秦霄 从始至终都将目光给落在了夏浅夕跟兰叔的身上 我真是不知道四爷爷为什么要跟夏浅夕这个女人 能够聊这么长一段时间 难道是看上人家了 单身五十年 如今突然间想要撩妹 拉木贤的问题半天都没有人回答 他忍不住将目光给落在了陆秦霄的身上 陆大哥千万不要告诉我 你也看上了夏浅夕这个女人 对不起陆大哥我说错话了 你怎么可能会喜欢夏浅夕这个女人 你喜欢的可是木之星 对了木之星你抓到这个女人了没 他直接将我植入他铁链的定位 芯片都给取出来了 如今我还没有找到她在哪 不过木之星跟夏浅夕是好朋友 夏浅夕最终会成为找到木之星的一个突破客 夏浅夕跟兰叔相谈甚欢的这一幕 让待在兰峰大师身边的唐诗柔 满眼都是嫉妒 柔柔在娱乐圈五年了 对于人物的揣摩与参透呢 兰峰大师不需要担心 最近柔柔还常常熬夜到很晚去看这一本小说 有些时候将自己带入了角色当中 我也看过这本小说 很多时候从柔柔的一曲一动当中 我觉得它就是小说里面的诗言妃本人了 是哦 你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对吧 对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你先不要辜负自己 再来谈不辜负别人 如果一个人始终都是为别人活着 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任何活着的意义了 谢谢兰峰大师的教诲 我跟柔柔后天就要举办婚礼 沉诚地邀请兰峰大师 可以参加我跟柔柔的婚礼 原来如此啊 刚好我后天没事 一定会参加你们的婚礼 那我去把其他人的邀请函也发了 很快 唐诗柔就离开了亭子 率先往蓝木贤跟陆锦销所在的亭子旁边走去 其实唐诗柔自己去发邀请函 也有他的私欲 陆上 木贤 我跟乙琛 后天就要举办婚礼了 这是我跟乙琛婚礼的邀请函 我在这儿非常诚恳地邀请二位 能够出席我跟乙琛的婚礼 恭喜恭喜 陆上 我跟乙琛都非常的崇拜您 希望以后有机会 沈氏集团可以跟锦江集团合作 您非常的优秀 很高兴能够见到您 谢谢 那 我先去给其他人发邀请函了 陆秦销点点头 唐诗柔这才有些不甘心的离开 陆上 您非常的优秀 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这女的是不是对你又有感觉啊 陆大哥 发现你最近的桃花运真的爆棚 一分钟的时间 唐诗柔就走到了夏浅熙跟兰叔的身边 既然这样的话 那等等我们就可以签约了 我很欣赏夏小姐在设计方面的天赋 期待夏小姐可以给整个剧组设计出不一样的服装来 蓝叔跟夏浅熙的聊天也接近尾声 恰逢唐诗柔靠近 蓝叔误以为夏浅熙跟唐诗柔的关系很不错 唐小姐 以后的日子里面希望您能够多跟夏小姐沟通 让她设计出符合施非言的服装 好 我会的 蓝先生 我跟乙琛要在后天举办婚礼 到时候非常希望您能够出席我跟乙琛的婚礼 没想到唐小姐竟然要跟沈总结婚了 真是喜事连连啊 后天我有事情需要出国 出席不了你们的婚礼了 但是我绝对会让人给你们送上一份大贺礼 我在这里就先提前祝你们白头偕老 百年好合 蓝叔并没有伸手去接唐诗柔的邀请函 唐诗柔的脸上满是浓浓的失望 我先去处理一下合同的事情 处理完我们就可以签约了 没想到吧 我跟乙琛这么快就结婚 是不是心里面很不好受 我难道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少了一块拉卷而难受吗 我早就说过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果然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祝你们 天长地久 看看你一副出口成脏的模样 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所以 你想要我有教养的骂你吗 好呀 夏战朗后天 必在花园里面种一棵枇叭树 夏浅熙说完之后 成功看到唐诗柔的脸上 浮现出困惑不解的神色来 所以我为什么用脏话骂你 你知道了吧 因为你的智商 配不上我用更高级的语言骂你 夏浅熙说完 又要往桥下走去 只是被他骂了的唐诗柔 怎么可能会甘心呢 只见唐诗柔 直接抓住了夏浅熙的手臂 想要让夏浅熙跟他解释解释 刚刚那个种枇叭树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 夏浅熙的身子竟然在桥上摇晃起来 下一秒 夏浅熙直接摔到了池子里 夏浅熙在池水里面扑腾的时候 感觉腰上穿来了一股大力 紧接着 他被这一股大力给拖了起来 陆大哥 你们没事吧 池子的左边有个出口 你们可以顺着甲山从出口出来 后知后觉的夏浅熙 这才回过神来 救了他的人 竟然是陆秦霄 所以 看够了 应该可以从我的身上起来了吧 夏浅熙连忙从陆锦销的身上起来 往栏目闲锁引导的位置走去 而站在桥头 从夏浅熙落水 到他上岸的唐诗柔 仍旧一副被雷劈的表情 夏浅熙一次又一次的栽赃陷害 已经刷新了唐诗柔对夏浅熙的认知了 其实夏浅熙这个女人 一点都不蠢 甚至现在竟然在陷害她 因为她的理智 已经被愤怒所取代的缘故 她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 指责夏浅熙 浅熙 我跟你好多多的聊着天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自己落入水中 我知道 我跟已趁结婚对你而言打击很大 可是 你根本不用自己跳入水中 然后让所有人都觉得 是我把你给推下去的 我还没有开口说些什么 你怎么就给自己加了这么多心 你不说还好 这一说 其他人都觉得 是你故意把我推下去的